或者有一些刘川大夫这些 所以我一再强调一定要分层来做 因为这里边背后还有好多 我刚才您提到的免疫病理现象 ADE现象 ADE现象它现在没结论 那么通过动物失业 通过各种细胞失业 这失业是告诉我们说 没有或者很轻微 但是到了人群以后 它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还是那句话 疫苗是给健康人打的 所以大家都不能着急 我们作为研发人员 还是要给大家研发一个 安全有效 质量可控的 好疫苗给大家